整理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Google API的这个部分 它的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你每一次只要换一部电脑之后 你就要重新申请一下一次API Key 所以你如果要看到地图的话 你这个API Key没有重新申请 那你看到的就是一个白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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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画面 有没有 如果你上个礼拜的那个API Key 你把它弄起来 基本上也是会看不到的 我们来试试看 如果我这一台 在没有换那个API Key的情况底下 比如说我们上个礼拜这个MAP MAP-E 看看我把它自信起来 那如果说 基本上它换一部电脑之后 你就要重新申请 如果没有重新申请的话 那你看到的就不会是正确的这个画面 正确的画面 那这个是Google比较麻烦的地方 那当然因为它的 这个Google Map目前是免费使用 所以它免费当然是免费 可是呢如果说你在免费的 情形底下 还是要做一个认证的动作 那这个认证的方式的话 非常的琐碎 蛮琐碎的 光要申请一个API Key 真的就非常的麻烦 而且另外有一点就是说呢 这边有这个连结 你们在书上提供的那个连结 其实是错误的 除了书上提供的连结之外 你们在网路上面搜寻 他这个地方 网路 他提供的那个连结 其实是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 这个连结申请 他这个连结 API Key申请连结在 Google 你会找不到这个连结 那除了书上提供之外 你们在网路上找的 也会给的那个连结 也会是错误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地方 你会发现有没有 这个时候地图不会正确显示 因为API Key不正确 那我们要怎么样申请API Key 原则上我把重点在 跟各位做一个快速的复习 第一个你确定一下 你们这API的版本 所以你要先确认一下 你的这个喜好设定里面 你的Android里面有没有API 那当然 像API我建议是用10 不过最近又发现一个问题 好像有一些功能 没有在新的版本上面 也run不出来 不过暂时相容性 比较好是10 我们先用这个10的版本 2.3上的版本 第一个 第二个你的模拟器里面 确定也是一定要有 Google API的版本 这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要让它能够run起来的话 我要先知道什么 知道我们的那个 这个debug 这个有一个叫做 debug keystore的路径 这个debug keystore 特别注意 你如果说专案 没有